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今天下午 有12名反對派立法會參選人 陸續收到選舉主任的通知 說他們的參選資格遭到取消 這12名參選人 政治光譜都非常闊 涵蓋了傳統泛民的公民黨 抗爭派以及本土派 在同一時間 有多家媒體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說特區政府打算把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舉行 到底特區政府現在在打什麼盤算? 為什麼要在押後立法會選舉之前 仍然要大規模地DQ參選人 想帶出什麼訊息?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 在今天遭到DQ的12名參選人當中 有人簽了確認書 有人沒有簽確認書 而有部分人也回答了選舉主任的提問 故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無論參選人 有簽還是沒有簽確認書 或者是怎樣回答選舉主任的提問 根本上跟他會否被DQ 完全沒有任何邏輯關係 也並非構成DQ與否的唯一標準 故此 所以在前陣子我們完全沒有參與過一些爭論 就是參選人應否簽署確認書 我們的研判是非常正確的 因為這些爭論純粹流於旁之末節 第二件事就是 特區政府現在這樣做 等同於宣示了一條參選的新紅線 根據政府發言人所說 說擁護基本法是立法會議員的基本憲制責任 特區政府也列出五大理由 去判別候選人是否真誠地擁護基本法 但這五大理由 若然參選人觸犯了 當然會遭到取消參選資格 但同時這些理由 也與港區國安法所描述的罪行非常類似 我真是懷疑 到底這些參選人被DQ以後 還會不會有什麼手未跟 比如在特區政府列舉的五大理由當中 其中一個就是 尋求外國政府或政治組織干預有關香港特區事務的參選人 就是不可能真誠地擁護基本法 這個描述 其實與港區國安法裏 這個第29條裏的描述是差不多 第29條是說什麼 就是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如果選舉主任判別了 這個人經常都是尋求外國政府或政治組織去干預香港 選舉主任對於參選人的判別 會否構成或導致 國安處進一步的調查 當然 特區政府現在列舉了這五大理由 其實就等同於 都是往後的從政人士參選的新紅線 若然他們在言行舉止當中 觸犯到這五條紅線 基本上也會被判別為 不可能真誠地擁護基本法 因此不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 即是會被DQ 所以我相信最新的紅線就是這五條紅線 另外一個訊息帶出的是什麼 就是特區政府似乎要向國際社會展示 無懼制裁的決心 因為在昨天英國、美國、澳洲和歐盟先後都表態 要求特區政府承諾 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要自由和公正 但偏偏今天就傳出了消息 12名非建制派、反對派的候選人 遭到了大規模的DQ 而且一般的預計都是陸續有來 因為有些人遲了報名 可能明天又會有另一波DQ潮 到底是否意味著 特區政府已經是無懼國際社會的警告 以及就是無懼國際社會 有可能對香港實施的制裁 因為本來特區政府都面對著一個兩難 若然他是放軟手腳 任由所有立法會參選人入閘的話 他就冒著一個非常大的風險 就是民主派35家的目標 是有可能成功的 而且一旦成功的話 大陸就會視之為一個奪權的行動 因為大陸不容許 你如果35家的話 就可以否決政府的議案 否決財政預算案 第二 若然真的放軟手腳 任由所有參選人入閘的話 這樣也會被外界解讀為 特區政府是視人以弱 也是向國際社會跪下屈服 所以他們非常苦惱 到底是DQ好還是不DQ好呢 好了 最終他們現在就拍柯版 當然 你說是特區政府拍柯 還是背後的有型之手拍柯 大家都知道 心知肚明 現在大規模地DQ參選人 其實也意味著 特區政府不再理會國際社會的目光 以及不再理會國際社會的警告 現在很多消息說 特區政府可能會宣布 將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 這個消息甚囂塵上 為何現在都明知會押後選舉 仍然要這麼大規模去DQ候選人 實情有幾重的意義 第一 有部分消息指出 特區政府可能會援引緊急法 將現屆立法會議員任期 是續任一年 但是有部分現任立法會議員 他們在尋求連任的時候 他們的參選人資格遭到DQ 按照這個邏輯 照計這群被DQ參選資格的現任立法會議員 他們沒有辦法能夠續任參與緊急議會 換言之 在這個緊急議會內 反對派議員人數又可能會進一步減少 第二個意義就是 可以造成反對派內部矛盾和分裂 正正就是 有些消息所說 所謂緊急議會會找現任立法會議員續任一年 不要算那些已經被DQ了今屆參選資格的人 至於那些沒有DQ 或者是放棄競續連任的 那些現任議員 到底他們應否參與這個緊急議會呢 另外 有些爭拗一定會出現 比如說路線之爭 現在已經是大規模DQ的參選人了 那究竟民主派或者反對派 應否繼續投入資源去參與這個 下屆的立法會選舉呢 到底應該是全面杯葛這個選舉呢 還是繼續積極去參與呢 一定有很多這方面的爭拗 而且無止境地繼續吵下去 尤其是有些網台 他們專門就是要在這些問題上挑動矛盾的 那一定會吵到拆天的 這件事情大家可以預計得到的 好了 第三個意義就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測試得到國際社會究竟有什麼反應了 之前很多國家都已經說到 要確保得到選舉要公平自由地進行如何如何 好了 已經說了很多了 好了 如果到最後 特區政府除了大規模DQ反對派的參選人以外 他們還決定將這個立法會選押後一年去做 那到底國際社會會有什麼反應呢 我相信這個也是他們想測試的地方 究竟是指老虎 還是會有實際的措施呢 一試就是會試得出的 而且他怕你沒有反應 還要兩樣一起做 當然現在還未正式宣布押後選舉 但是很多媒體 比如說TVB NOW新聞台 或者是HK01 都有引述過消息說是會這樣做的 好了 最後一件事就是 可以使得被DQ的反對派參選人 就是沒有辦法領回補貼了 因為較早前HK01就報道過 說特區政府為免爭爭 凡是報名參加立法會選舉的參選人 他們就可以獲得選舉經費的補貼 當然那些參選人就要合資格才行 若然在提名階段已經遭到選舉主任取消資格 當然這班人所花的錢 就不能獲得任何補貼 所以特區政府就連這筆錢都可以省下 至少有這幾重的意義 最後想說的是 其實有部分參與了民主派初選的候選人 即使他們勝出了初選也好 其實他們心底裡也打定輸數 沒有想過會在正式的選舉當中獲得候選資格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也知道自己極有可能被DQ 但是他們仍然是要通過初選 來勝出了 再去報名 然後故意被特區政府DQ 就是要令國際社會看清楚 原來這個選舉制度 是有這麼嚴重的篩選 如何如何 所以現在我們在網絡看到 有部分參選人即使被DQ 也好 他們似乎的態度就是押手稱慶 所以特區政府現在大規模DQ候選人 乃至到可能會把立法會選舉押後的措施 其實對於抗爭派也好 或者是攬炒派的支持者來說 他們是視為一種加速主義的表徵 所以他們是非常著弱的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